近来南部登革热疫情升温 北部地区也要防范于未然 在贡辽区大部分的居民都有自己种菜的习惯 菜园有大有小 因此登革热的防治也就显得很重要 今天在龙门里就有一场登革热即环境宣导活动 里长吴世阳更直接带民众到菜园来示范 寻稻清刷四步骤 加深民众影像 里民能够寻稻清刷 把周遭附近还有菜园里面的蓄水桶 把它盖盖子就是盖网子 不要让蚊子在水里面残卵 造成登革热的发生 希望大家要 里长表示 为了宣导登革热防治的方法 特地带民众到菜园实际操作一次 如何寻稻清刷 加深民众印象 也希望民众可以落实 而不是只是沦为口号 全民共同守护居家环境 远离登革热 我们今天是我们那个农门里 一个里环境认证的一个宣导活动 那今天通过今天的活动 让大家可以跟大家说 我们现在里环境的部分 大家能够做好环境清洁 特别是现在登革热疫情比较严重 那希望大家能够做好防疫 共同区公所今天也到场和民众 说明登革热防治的重要性 区长也表示 农门里今年再度荣获里环境 五星级的认证 可见在环境方面下足很多功夫 尤其现在南部登革热疫情严重 在共疗区这里也是 再三宣导并没闻防治的重要性 希望民众多加配合这些预防措施 介续为共疗采访报道